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路总 别闹 第56集,我们私奔吧 接下来,原妇派保镖跟着金夏去医院 目的就是不能让金夏见到陆毅 金夏窒息,索性请了假 在原家待着,哪儿也不去 原妇可以为金夏摘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但唯独不同意金夏和陆毅在一起 陆毅前来拜访 大门紧锁,甚至陆毅的父母来了 原妇也闭门不见 电话里,金夏对陆毅说 要不,我们私奔吧 趁今晚月黑风高 电话这端的陆毅真心想不顾一切 冲到金夏面前 抱一抱他,可是原家戒备森严 他去了的后果很严重 等我,会有办法的 致俊呢,怎么样了 被关在家里 闹绝食呢 不过,你别担心 他身强体壮的 饿几天没事 陆毅又来原家拜访 还是一样的结果 于是蹲点 堵到了原母 不上班的日子 真是无聊透顶 苦恼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样让父亲接受陆毅 金夏摊在客厅的沙发里 绞尽脑汁想办法 无意间,瞥见母亲带着一个陌生女子 进入家门 那女子个子很高 目测一米八以上 金夏站了起来 陌生女子越来越近 面孔越来越熟悉 确定面孔是谁后 喜道 陆 原母急忙对着金夏 做出一个虚的动作 原父就是怕原母心软 交代保镖和管家 不许放陆毅进家门 陆毅对原母说 有办法让原志郡吃饭 原母爱子心切 就把陆毅带进了原家 见到陆毅 金夏喜出望外 协助原母 不让陆毅露馅 已经快饿晕的原志郡 看见陆毅女装打扮 一头假长发 穿着翠花连衣裙 笑得精神百倍 哈哈哈哈 陆毅把手里的饭递给他 先吃饭 才有力气笑 原志郡摇头 不吃 放心 你爸不会知道 你姐和你妈 已经把你门口的保镖支开了 你不吃饭 怎么有力气对抗 原志郡一想 很有道理 接过陆毅手里的饭 狼吞虎咽了起来 没多久 原志郡吃到打嗝 其实 参加夏令营的好处很多的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还能交到一群真诚的好朋友 没有利益利用的好朋友 因为你们在夏令营的活动中 会出现一起患难 互帮互助和默契 这些在校园里和平时的生活中 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今后 走到社会 人脉很重要 对你帮助最大的 或许就是在夏令营节时的朋友 陆毅寻寻善诱道 原志郡认真思考着陆毅的话 他身边的朋友确实都是些酒肉朋友 谢谢你 姐夫 这声姐夫让陆毅的嘴角快撬到了天上 但是乐极声悲 房门猛地被推开 门狠狠砸在墙壁上 陆毅和原志郡闻声望过去 原父一脸严肃地望着他们 惊吓和原母紧张兮兮地站在原父后面 陆毅和原志郡都站了起来 陆毅现在是女装 但知道瞒不过原父的双眼 也不想瞒 叔叔 原父没理会 目光落在已经空了的陶瓷碗上 心里有些许满意 更满意的是 原志郡对他说 爸 我去参加夏令营 原父一听 眼神都亮了 也不知道陆毅用了什么办法 看了陆毅一眼 但是那女装看着着实蜡眼睛 转身走了 原父不说话时 很可怕 原母想让陆毅先离开 他还没开口 原父又来了 他扔给陆毅一套男士衣服 换了 新的 陆毅喜不自胜 谢谢爸 这声罢让众人猝不及防 原父板着脸走了 原母跟了上去 原志郡对着陆毅 竖起了个大拇指 而后走出了卧室 把空间留给陆毅和金夏 金夏嘖嘖道 脸皮真厚 心里补上一句 但我喜欢 不但他喜欢 原父也喜欢 只是没有金夏喜欢的成分多 陆毅傻笑 不厚一点 怎么能搞定岳父大人